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五天时间 计划必须在期限内完成 老板 五天根本没有可能 就算从国外运过来 至少也要一周的时间 封城有一个吗 有 在哪儿 自促会总部 实验室 救他了 自促会的防御等级很高 而且他们强攻的可能性为零 现在他们有一位超能力长 能力十分诡异 他能让人忽略他的存在 八五七 A01据点 都是毁在他手里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我自有我的办法 计划必须在五天后开始 小雅 你在说什么呢 她 她 她不是用来治眼睛的吗 张伟 我是NW的人 不可能 不 不可能的 你怎么会是NW的人 是他们毁了你的眼睛 小雅 不要开这种玩笑好吗 你一直在骗我 张伟 我告诉过你的 张伟 那你看到的小雅 你怎么会是你 根本就不是我 我跟你讲我还是黑帮大佬呢 我手下小弟就好几百 我跚跚脚风承都要抖三抖 他们都死了 我亲手上 所以 你的用复还有那个实验室 都是假的 是真的 只是过程和结局 有一些不同 那天 我的养父想要对我动手 我妈想要拦住她 被我养父失手刺死 我杀了她 放了一包 假装成意外逃了出来 不过我没有逃走 我加入了她 或许我真的是一个天才吧 帮她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 没有一次失败 她们越来越依赖我 也越来越信了我 故事的结局 是我杀了她 取代了她 成为了NW新的老板 我们是老板 从实验室里救出来的 我们有着共同的经历 共同的仇恨 共同的理想 张伟 这才是我真正的小雅 这样的我 你还会喜欢吗 你不是 你不是小雅 你不是 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 追 不用追了 她会陷了我们的秘密的 不重要了 过了今晚 我们不需要再隐藏了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 我会想得到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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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那个张伟是不是动真情了 重要吗 开始计划吧 按照计划 我们已经在封城的各个重要位置 安装了震荡弹 届时离子发生器发射的离子波 会瞬间点燃全程的震荡弹 震荡弹引爆之后 雾化毒素会快速扩散 在短时间内 会覆盖整个封城 开始吧 开始 想办法找到张伟 要尽快调动封城所有的监控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是 倒计时已经开始 二十四小时内 将封城所有被关押的NW成员释放 届时我们将会接管整座封城 建立NW社会的新秩序 时间截止 我们会引爆震荡弹 HN3病毒将会覆盖整座封城 这不是张义 是通知 从现在起 你们还剩不到二十四小时 寻补司但凡有任何的举动 我会立刻引爆刹那 距离时宾发布 已经过了十六个小时了 现在只剩也不到八个小时了 诸位 该就都决定了 撤离工作正在进行的 八个小时 要把剩余的民众全部撤离出去 工作难度非常大 那怎么办 真的向他们妥协 释放所有的罪犯 如果引爆震荡弹 封城就会挑回死城 找到了吗 没有 我们找到了张文手机最后的定位地点 搜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找到人 在哪儿 顶天大厦 刘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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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张伟的能力 分析组有了一些新的推断 张伟的能力简单来说 它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只是它被观察到时 与我们所在的维度重合 而重合点始终处于变化中 分析组做过一个模型 一旦张伟的存在值低于零点以下 会发生什么 它将不会被观察到 当张伟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留恋 或者是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记得它的时候 重合点就会消失 我们已经查遍了所有的监控都没有 以此猜测 张伟的存在值可能已经降到了零点以下 连影响都无法捕捉 它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不断减弱 重合的时间缩短 重合点正在消失 我已经按照约定完成了计划 如果中途出现意外 你们会不会遵守约定 不论是否失败 只要你按决定的计划完成 我们就会遵守约定 我逃离孤单的星球 找存在的理由 什么都不必说 你一个眼神就足够 我跨越漫长的银河 握住你的手 不让你再独自过动 不让你再独自过动